要捐赠造血干细胞 很多人还是有迷思 捐骨髓我们以前都觉得会 就是以为是后面那个 可能就是会半生不髓什么的 然后其实就是不会 是捐那个周边血 经过担任志工的父亲 易一解说 唐采玲离奇观念 也越来越多人像她一样资源捐血 希望未来救人一命 而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自己的母亲 因为趁身体还很好的时候 希望赶快可以捐 救人一力无存即生 另一边志工成立宣导小组 邀请捐赠者的妈妈走进校园 亲自跟学生分享 出来跟人家讲一下说 这个对身体没有影响 我儿子现在还是很好啊 他捐好没有一个月 他打球都没有影响 救人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非常正确的观念 知道救人一命无损起身 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开心地 卷起袖子来救人 此刻大的学生纷纷热血响应 每个人捐出10cc 扩充骨髓干细胞中心的资料库 也希望提高更多血癌患者的存活几率 在新闻这场面志工 范吕赵潘显聪 华磊报